香港的修例风波已经持续5个多月 暴力行动不断升级 在香港生活了近40年的香港前刑事检控专员 英国大律师江乐氏也忍不住站出来谴责暴行 他在多个媒体发表文章反对暴力 称暴力示威者已向全社会宣战 他们必须接受法律严厉的制裁 坐在记者面前的江乐氏 满头银发 灰色西装 精神角硕 具有英国老派的绅士风度 他曾连续12年担任香港刑事检控专员 是香港开部以来任期最长的刑检专员 也曾是国际检察官协会副主席 曾经检控过无数犯下重罪的犯人 谈及目前香港的暴力示威 江乐氏直接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已是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 它是很相似的与战 随着暴力示威事件中 被捕人数持续上升 有个现象让人关注 低于18岁的未成年示威者 不在少数 江乐氏的观念是 年轻人犯暴动罪 及其他犯罪人士 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以敬效尤 在他家乡英国 2011年曾有多座城市 出现年轻人的骚乱 后来英格兰及威尔市 上诉法院对这批年轻人重判 江乐氏称 没人愿意看到年轻人 卷入刑事犯罪 但他们必须意识到 街头暴力和袭击警察 等行为的严重性 年轻人的骚乱 必须在无法理解 严重性的犯罪 例如犯罪 在街上 例如攻击警察 例如攻击警察 例如攻击砖 队外 是非常严重的 他们必须接受 非常严重的罪 当他们被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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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犯罪 他们自身上 都明明 广为香港中文大学兼职教授的江乐氏 观察到校内的激进示威者训练有素 且资源充足 运作有序 每个细节都证明 暴力示威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策略性 不惜以毁掉香港作为代价 结合美国最近审议的所谓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显然香港的暴力行为 得到了美国等外部势力支持 他毫不怀疑激进示威者 企图挑战中央政府 意图分裂中国 连续数月的暴力示威中 香港警队始终在第一线守护香港 是止暴制乱最坚实的力量 江乐氏建议警队要增加人手和加强装备 果断执法以控制局势 他还建议特区政府应针对暴徒继续出招 包括实行宵禁 提高非法集结的刑罚 从五年变成六年 关闭煽动暴力的主要网站 联登讨论区等 让香港尽快走出困局 江乐氏见证了 他称香港保持了繁荣稳定 一国两制制度贯彻良好 保持了独立的司法权 而近几个月来 香港的繁荣稳定和良好的制度 正是被激进示威者破坏了 让人感到遗憾 江乐氏认为 香港未来发展方向 应该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和其他城市协同发展 他呼吁香港年轻人 应该把握机遇 莫错失良机 更多精彩尽在 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